中国女兰对镇美国队 现在来到了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 场上比分61-51 中国队领先10分 上比赛咱们还是很有机会的 高速给了黄思健 好球 顶着防守的一个中距离 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看到了战胜美国队的希望 这边转身给了一个犯规两罚 这边也是两罚全中 这边双方是一个对攻的开始 感觉得分效率都是比较高 无敌对球直接被抢断了 对方在上篮的时候居然出现了这种低级的失误 看下自己脚底下步子没多好 上篮上成这个样子 恶无敌 乔路 倒无敌 在分黄思健 快线陈凤中投 打击 难度也非常大 纽队这边也是颈椎不是转换 打了一个上篮 这球再来好球 一个比一个难度大 纽队这边也是连续的冲击内线 纽队叫了一个暂停 这段时间这个防守确实有点问题 让对方追身打了好几个 网斯接上给到高送 给了打手犯规高送两罚的机会 两罚全中 散开回来之后 咱们给的这个防守强度也是可以的 吹了无敌的犯规 只停中距离打进 尤纳给到高送 再陈无敌 十球的突破再给高送 这次空位中手可惜没把握住 这次退防还是可以的 这边又给了成凤的犯规 我认为这段时间就是不断的冲击内线 两罚都没发尽 两罚都没发尽 但是抢篮板球的时候 吹了黄思静的犯规 对方接着罚球 两罚之后又给两罚 但是这个机会对方也是没有把握住 黄冰的篮板球 小小家给到陆文 黄思静 反正的一个抛头不中 这边有位也是人缝中杀进来的一个上篮 对方依旧是紧追不舍 只有两分半 咱们也只领先八分 少铁 固定陈小佳 点一步中投 好自尽的篮板 再给到陈小佳 黄平分内线黄思静 转身上篮 篮板就黄思静自己拿到 少庭这球裁判也给了打手犯规 两罚的机会 哇这家犯规的真狠 两罚一中 注意退防 对方这个转弯速度非常快 还是强冲篮下上篮不中 这次二次进攻得手 你看这个陈小佳是倒在地上 捂着自己的肚子表情非常痛苦呀 哇这家一肩膀直接撞到陈小佳的肚子上 应该肘子撞过去 问题不大接着打 这一下给了一个防守犯规 那美国队这一节的犯规数也到了 让人家罚球 两罚不中 可能刚才撞的那一下还是有影响 撞的太狠 三分球没有 路人的篮板 又给了犯规 对方最后十个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接着罚球 还是陈小佳 他每个得了12分 三个篮板球 三个抢断 再罚终于罚镜 对方又冲进来了 这个身体对抗是真厉害了 一二顶开了真厉害上篮打进 一分23秒 中队领先6分 千万不能失误这个时候 压一压时间 主人这球自己来吗 看上个是要自己来单打 还是前上球 扫铁 哇 扫铁 这球真厉害啊 第一下被对方盖掉之后 第二下直接来个空间的中头 诶 这边美国队自己出失误了 那这样比赛咱们就比较稳了 这球是某个队碰出界 还是咱们的球权 这个孙孟然刚才好像也是被对方打到了脖子上 防守犯规 路纹发球 好 75比65 下场球你可以静静的等待比赛结束 迎接中国女兰的胜利 我现在三分不中 南半球是前回国队拿到 打0加1 我这时候也无关大局 加划划中 最后11秒 金威娜 给到蝴蝶 这个没运好 给到金威娜 伤心的中途没有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中间来最终是75比68 7分的优势战胜美国队